好嘞 杜婉宇 大家好 我是宏天 歡迎收看老爺人 楽甘ouring PCG 各位觀眾 又到了我們寶可夢的 ü 當今天前面第一隻皮皮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出運囉 我們開到的就會是 女王 了 這套玉 divine 是 老實說非常的強 我願 reasonable 給他 S3 這一套在玉 honor 基本上是穩贏不輸的 你百分之百會贏啊,你根本不會輸啊,完全不會輸啊 那除此之外呢,我覺得除了山賴朵本身招式很強大以外 他的附加怪物也是同等強大的喔 他附加的這一組妖系寶可夢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優秀啦 雖然很可惜我們劍盾的時代妖系就會漸漸消失 但是這一套我真的覺得很強啊 光是論御主來講的話實在是相當的有利喔 不過很可惜呢,我的御主裡面這次沒有贈送我們的能量轉換啦 之前老爹開的一套御主裡面就有贈送能量轉換喔 很可惜裡面沒有,如果他有能量轉換的話會更加強大 只不過呢,很可惜沒有啦 這個就是憑運器嘛,畢竟御主的東西本來就是隨機的 但他還是可以稱得上是S級的御主喔 我來跟大家一一介紹好了 首先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主角莎奈朵仙子伊布的一個介紹啦 首先他的第一招妖精之歌 他可以直接從牌組抓兩張妖能量 任意的貼給自己後背的寶可夢 他是指任意貼 所以你可以兩顆貼給不同的寶可夢也是OK的喔 他是任意貼喔,任意貼喔 只不過唯一的缺點是他只能貼給後台 不能貼給前台 再來還有第二招呢 打150然後任意移動 打150然後選擇自己場上的一隻寶可夢 任意移動他的能量喔 這個招式也是相當不錯啦 你可以用第一招貼完能量之後 再用第二招來任意移動搭配喔 這招也是我覺得相當精彩的一個招式喔 最後是他很強大的一個GX技能 打200傷害 如果有額外的3個能量 也就是說額外的6個能量的話 對方必須把手牌全部洗回去 而且不能抽牌 哇...太精彩了 真是寶可夢 真的太精彩了 首先我們前期呢 如果可以直接把我們的 莎奈朵仙子伊布抓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瘋狂的使用第一招 瘋狂的天能量給後台 然後到第三回合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打對方150150150這樣打 直到他快死掉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把他身上的能量 傳承給其他的寶可夢喔 哇...真的很優秀耶 我覺得真的很優秀 畢竟能夠做到快速天能量的寶可夢 從獄主來講 實在是相當難得的一件事情 你等於可以用他來養別人喔 你可以用他來養誰 來養我們的皮皮跟皮可西 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皮皮跟皮可西好不好 他皮皮一共給了3隻啦 皮可西給了2隻 這根本是完美的配率你知道嗎 完美的配率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皮皮的效果 皮皮的效果呢 第一招連環巴掌 直中2次硬幣 造成直中正面數乘以30的傷害 直中越多打越痛喔 這種共同的效果 我們可能已經講過幾百次了 但還是很強喔 再來 極可西呢 他最強大的地方是他的第一招喔 越劍之五打十滴 增加自己場上有貼妖能量的寶可夢 一張乘以30 什麼意思 假設我們場上是這樣 後台五隻 前台一隻 然後每一隻都有貼妖能 我們六隻都有貼妖能 造成自己場上 貼有妖精能量的寶可夢數量 一顆乘以30 313 36 339 36 36 18 18 19 皮可西如果場上是這個樣子的局面的話 你可以用皮可西一個能量 打出190的高傷害 你覺得這樣做很難嗎? 不 並不會 場上貼出滿滿的能量 並不會很難 不要忘了 我們可是有三二朵先止一步的 我們接下來 如果三二朵先止一步先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的養後台 然後 貼個能量之後 開始使用他的第一招 不停的把能量貼給後台 回合到我了 再手貼 再使用第一招 再貼 直到第三回合的時候 我們直接手貼 打150 收到對面的寶可夢 抽牌 不停的攻擊對面150 150 150 甚至你可以開GX打200 直到 你的這隻寶可夢 快死掉的時候 再使用他的第二招 打150 然後任意的移動 這一隻寶可夢 身上的能量 把它傳成給別人 我們可以分散一點傳 都沒關係 怎麼傳都可以 死掉之後 被對方拿三張獎勵卡 又怎樣 我們只要上一隻皮可西 下回合下一隻怪 再手貼 我們接著下來 就可以190 190這樣打了 所以他是一套非常有 非常有模組性的一套 獄主 在我個人認為 在第三彈中風版的獄主裡面 他算是一套 真的是可以 玩 可以拿來打比賽 可以玩的一套 很強大的獄主喔 不論他本身的性質 光是獄主搭配了這個皮可西 我就覺得很強了 雖然 多個比他的進化型 沒有到很強 但我個人認為 薩奈朵 搭配皮可西 就已經夠強了 而且 皮可西 還是給到兩組耶 哇塞 給到兩組的皮可西耶 完全是可以當成打點的 還不包含你的 附加打手喔 如果你的附加打手 又是這種無能量的 像是我們抽到大水服 這種無能量的有沒有 你根本就是也可以用薩奈朵 貼能量給他嘛 貼腰能量給他 他下回合也是可以做攻擊啦 所以這套真的是相當兇啦 我覺得相當兇啦 除了他本身裕組很強以外 他組成牌組也是很強的齁 老爹我記得我有拍過 我們薩奈朵仙子一部的 第三彈中文版的牌組喔 搭配的是夢妖魔 那今天老爹來介紹一個 不是搭配夢妖魔的組法好了 我們來用一個比較正常的組法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玩家 不太會使用到夢妖魔喔 不知道要什麼時機 應該炸掉夢妖魔喔 所以我們呢 有一個小藍的組法也是不錯的 我們只要放到四張的傷害斗仙子一部 四張的三點禮 四張的小藍 其實另外一些附加的東西啊 完全是可以看你個人喜好 想放什麼就放什麼的 而且這樣子的難度也不會太高 畢竟我們等於想抓什麼就抓什麼 而且牌組的活動性也會變得輕很多 不過這樣子的牌組的話 老爹我個人認為就可以放一下我們的插入了 放插入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我這一支的插入呢 除了可以放GX的插入以外喔 也可以放零星的插入 放GX的插入呢 當你的傷害斗仙子一部被打到殘起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換你GX的插入 使用GX技能把傷害全部送給對面 這是相當強勢的一個技能喔 那再來零星插入呢 主要是用在你場上的能量很多 但你想要把傷害斗仙子一部換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用零星插入 吸附能量的效果 移動到前面去打出一個160的高傷害啦喔 那其他的道具呢 跟能量的部分呢 我們當然 小藍一定是放四張嘛 我剛有說過 除此之外 我們全部要呢 也可以放到兩張到三張 然後這一套牌組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頭盔的部分 GX頭盔一定要放兩個 一定要放兩個以上喔 你這套牌組可以完全不放頭戴沒關係 但是你GX頭盔一定要放兩個 接著你可以考慮放手錶 也可以考慮放我們的護符 護符是依照你的玩伴 你喜歡的屬性去做應對喔 那再來包包 如果你要放護符的話 你也要放包包 最後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能量轉移啊 能量轉移一定要放啊 能量轉移我們可能放到兩張到三張吧 也可以放連手切換也是沒問題的 不過連手切換大家都要注意一點 連手切換呢 是場上有cating 連手切換是切換cating的啦 才有用 如果你場上不是使用cating的話 但我覺得一定會用到啦 畢竟 我們都是用先止一步在做打點 所以cating一定會用到 那再來是我們的場地的部分喔 場地呢你可以放零星的妖場 一張 我們的迷宮 奇蹟迷宮 那再來你可以放到 封鎖GX技能的那個場地 但是你就要記得 我們如果放到發電場這個場地的話 你記得你的牌組裡面的寶可夢 一定不能放到 GX是有特性的寶可夢喔 好的 那我們的封鎖斗先止一步呢 其實重點就差不多是這樣啦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調配啦 我其實覺得3.0搭配小蘭這個組法喔 可以有效的應用在很多的牌組啦 只要是喜歡的牌組 基本上都可以這樣組啦 大家去考量一下 看你自己要怎麼去組啦 那再來我們的封鎖斗先止一步呢 它其實也是一支非常強大的 除了是打點以外 也是依照很強大的輔助性質寶可夢啦 就像我說的可以用它來養皮可吸 所以如果你想放到皮可吸的話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甚至你的牌組裡面 還可以放我們的幸福彈喔 畢竟幸福彈是 身上能量越多 打出越高的傷害嘛 你可以持中的硬幣 數量就越多嘛 所以你可以一樣 用我們的殺害朵先止一步 來進行妖精之歌 貼能量給幸福彈 也是完全OK的喔 這個打法會有點像 我們以前這個 Break牌組那種插入的感覺 用一隻怪一直站在前面 貼能量 等到貼滿了再進行打點喔 只不過很可惜的 他沒有當初的插入那麼強啦 老爹其實一直很期待 那個插入的效果復刻 只可惜 沒有 但也OK啦 我覺得也夠強了啦 好了 總而言之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了喔 我們喜歡我的影片歡迎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底下 留言跟我們分享 這就是我們今天 S級獄主 三愛朵先止一步的獄主介紹影片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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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